当前北京市疫情仍处高位运行态势 北京市民对疫情防控药品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 12月13号下午 记者在抗疫药品保供企业华润医药商业集团采访时看到 药品仓库内工作人员正在加急包装搬运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之前向北京远郊区县的药品配送是一天一次 现在为一天两次 咱们现在配送的药品主要就是莲花清瘟 指壳的 消炎的 包括这个三甲医院 然后社区中心 社区站点以及药店 从运力上来讲的话 就是每天保证的应该是在160车次左右 每天能保证的这个件数应该大概起的是在一万六千件左右 然后咱们之前的那种配送方式呢 比方说是远郊区县的是一天一配 咱们现在呢达到了一天两配 该企业相关负责人介绍 根据北京市疫情防控政策的调整 近一周内 该企业已经采购入库抗疫物资三百万余盒 金额达1.5亿元 这些药品将被配送到北京16个区县的四千余家客户的手上 北京市三百多家二剂以上的医疗机构 还有2200多家社区基层医疗机构加零售机构 那么我们都已经完成了抗病毒类 还有推热类的药品大概350万盒的配送 同时北京市药监局北京市市场执法总队 也向华人医药商业集团有限公司北京大区 国药集团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等北京地区五家大型药品批发企业派出联合工作组 指导和支持企业加快药品流转 努力缓解当前防疫药品的紧缺局面 现在这物流中心都24小时在运转 就是只要药品进库 我们会立马想尽一切办法 把这些药赶紧去送到这个药店啊 这个有需要的地方 除了保证药品的充足供应 部分企业还为用户提供了 全天在线的咨询指导服务 截止到目前京东健康联合 超过30多家的这个知名药企 从源头保障正品好药 与此同时还全天候的 为全市的这个用户提供 7×24小时的在线的用药咨询 咨询的这个指导服务 其实对用户来讲 更多是因为信息差 不知道买什么药 以及买了药不知道怎么吃 不知道什么时候吃的问题 所以其实不仅仅是要做好药品的供应保障 后续的这个用药的指导 跟踪包括医生的这个介入 都是非常有必要的 对于疫情防控药品需求 急剧增大的情况 黄丹表示 莲花清温 布洛芬 999感冒0等已陆续抵精 将全力保障北京供应 打好这场硬仗 那么我们的药品保障能力 这对于北京市市民 那全放心一定能够保证的 大家不用造成恐慌 就是一盒 这一般推热类产品里面 大概是10例 一天也就一到两例 那么完成这个 5到7天的这个 这个高热流程是没有问题的 5到7天的这个高热流程